那時候我的薪水是一萬八千五 一萬八千五 現在已經被實際被抓走了 一萬一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活 你知道嗎 如果各位想要做廣告的話 有一個東西含金量很高叫做 歡迎收看杰哥不要 我是杰哥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社群行銷的最新洞察 記得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終於來到這一集了 大概有六萬個人敲碗說叫我們拍這一集 也就是所謂的 廣告業的揭秘 其實我過去並沒有真的在任何一家廣告公司待過 直接做就是創業了 所以為了要聊這個話題呢 我們必須要請到這個業界 非常資深 工作了四十年的朋友 就資深的前輩 也是我的好朋友 廣告熱血研究院的院長 我吧 哎呦出現出現 有嗎 Key那個煙幕什麼的 對對對 就一樣是用那個副手者聯盟的後製來幫我們做這個 太多太多了 好來那個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那個廣告熱血研究院的院長 巴瓦 謝謝 巴瓦 廣告熱血研究院其實也是我個人很喜歡看的一個行銷領域的頻道 就是希望有越來越多人願意在這個領域 能夠繼續做這樣優質的內容 巴瓦你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公司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一個網路數位的公司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大概13年左右 那其實我們在之前的時候一直是以技術起家的一個公司 那以現在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的客戶他們對於一個廣告案的需求不一樣 以前可能就是要有策略有創意有執行這樣下來 但其實現在以網路廣告生態來講 當它的指令下來之後 那也許我們就是直接把它拆解 所以它可能變成一句話 一篇貼文 任何一個東西它都有可能會成為一種網路廣告的型態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這個算是你自己創業的公司 算是自己創業我們總共有嚴格來說有四個老闆 十三年所以你五歲的時候就創這個業 四歲半 OK 很嚴格 時間之後打來下來 謝謝謝謝 幫要的很好 我在之前的時候為什麼會進到廣告公司 是因為高中的時候我是讀復習美工的 所以你其實是ART出身的 我是ART出身的 但嚴格來說那個時候其實我不知道有廣告公司這個單位的存在 OK 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現在很多年輕人應該已經不知道 有個節目叫做廣告也瘋狂 孫大偉 孫大偉 他現在已經在天堂當那個應該也是 算是台灣早期最經典的一個廣告人 所以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的時候是 我在看孫大偉在有一個廣告有一個節目 那個東西讓我決定我想要踏進廣告業 它是一個荷蘭的宣導要照顧失智老人的一個廣告片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是那個在一個風光明媚的地方 然後這個湖泊 然後一個老人 他拿著那個支架 慢慢往前走往前走 然後這是文字就出現了 我背景也很優雅 他講說 獅之老人 如果你不及時給他一眼保護守護的話 他就像一顆未爆彈 聽起來很對嗎 他就走走走 然後他越走越快越走越快 老虎一砰就炸掉 這麼劣奇的廣告 那個老先生直接現場炸掉 各位我發誓是真的 這麼劣奇 而且炸掉以後地上剩下一雙鞋在那邊 我現在我可以用笑的方式講 但是當時我笑不出來 蠻地獄的 對我想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廣告 但是這就是廣告的魅力我覺得 很衝擊啊這個畫面 在那個時代 所有的廣告比較偏向是 五周之藥 比較偏向是 絲絲那種類型的 比較傳統式的 把商品給講出來的 所以 我不知道原來廣告可以做成這樣子 之後才開始慢慢的 那也許有這樣的職業 才開始慢慢的加入到廣告公司去 當年應該像歐美廣告 應該走的真的蠻前面 非常前面 所以那我其實算是台灣很早期 在推廣廣告這個領域 也才做了這檔節目 對對對 所以這是你的啟蒙 啟蒙 所以你畢業第一份工作 其實就是進到廣告袋上 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是到一個數位的廣告公司去 那你覺得進去之後 跟你的想像是一樣嗎 這件事情它會牽扯到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 原來大家對於廣告公司的想像是什麼 我認真的第一份代理商 是在那個李奧貝納 第二份工作我是在那個澳美 現在的澳美是在比較靠後面 信義區後面 但是在當時 它也是在信義區的正中央 信義維秀 那時候的華納維秀 最紅的那時候影城嘛 華納維秀旁邊 隔了五公尺的巷子 旁邊就是我們澳美 一整棟洪通通的 你是澳美廣告嗎 澳美裡面的數位 我是做澳美的 它裡面有十彈簽的 所以你一直都是走數位 一直走數位 都不小心就一直走在那條路上面 了解 那個廣告公司樓下有一個 我記得是那個夜店叫Bron Sugar吧 我都不知道 對 我們都不知道 我都聽聽聽 對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廣告公司會是一個那種 直對金銘的 公酬交錯的那樣子一個環境 這其實就是廣告狂人裡面 在描述那種場景 就是廣告人都要抽煙喝酒 一定要抽煙喝酒 跟李白一樣 對 你不會抽你必須要咬一根雪茄 要不然你進不了 你就對白去的感覺 嗯 然後結果有這樣嗎 以為有 但進去以後發覺到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是你個人沒有 還是大家都沒有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沒有才對 要不然這樣就太過分了 就是大家 莫莫就沒有約你去那個夜店 那我從那時候開始就是邊緣了 叫大家約我吃飯一下好不好 那實際的廣告人 大概是怎麼樣 我覺得實際廣告人 他們是有一種很大的一種 夢想去支撐的這樣子一個工作 很大的熱情 非常大的熱情 它是一個可以把你腦袋中的東西 直接投射出來的行業 而且你看得到你投射出來之後 產生的影響力 對 它是夢想的產業 夢想的產業 但是累也就累在夢沒有一個標準 哦 沒有 這又要quote一下 對啊 沒有沒有一個標準 沒有一本書叫做 你看完這本書 你就會做飲料廣告 而且同樣一個夢 做第二次的時候 它的感覺就不一樣 就完全不一樣 而且重點是 如果你的客戶是同一個人的時候 你不可能對他做兩次同樣的夢 對 就慘了 怎麼辦 一切重來 因為我嚴格來講 其實算做這個行業 就是創業之後這四年 然後 我最近感受一個很強烈的事情就是 它的消磨感很強 真的 消磨的點就是在你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他們一次都是從零開始 你過去做再成功得二再多獎 你下一次能夠有好的效果嗎 真的很難 很難講 可是當你去看著那些前輩的作品 就說這東西倦永到不行 然後它已經變成一種藝術 然後你可能到2020 你還在看2000年的廣告 然後覺得說 這個東西真的很棒 然後你就會忍不住覺得說 我也可以嗎 我希望我們可以 然後那個我也可以嗎 其實是支持著你 繼續往下挑戰下一個作品 我覺得這句話才應該要擴得起來 剛剛講的一些 算是支持著你 繼續做廣告的這件事情 那你覺得有哪些點是 你看到廣告業裡面 可能沒那麼光鮮 那時候我是在李奧貝納這個公司上班 就是我一直以為廣告業 它應該是一個 因為那時候我第一份工作 我一直以為廣告業應該是一個 大家是手拉手心連心 一起去打拼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那時候發覺不是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那天我是禮拜六的中午 我去加班 沒有人嘛 然後是往上走 然後往上走 然後在加班的時候 然後做到最後聽到 我確定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做完要聽到哭聲 真的各位我發現這樣 你現在在為你們 中元節的Campaign做哭梗是不是 我現在在哭聖誕節 不是 是真的真的 真的我聽到哭聲 然後那時候我頭都太高 因為隔板太高 我看不到 我就找 我還找那個哭聲來源在哪裡 我就往後走往後走 看到一個人蹲在地上 真的有一個人蹲在地上 他也是來加班 然後當然在哭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是誰 他翻過來說我是鬼 沒有啦 他很笑的是 太高 效果做超多 然後翻過來說 因為在廣告公司的體質之下 是在一個team裡面 會有業務 會有文案 會有art 會有一個小主管 這樣會成一個team 然後在那個team裡面 他是做麥當勞的 因為是很久可以講 他做麥當勞的客戶 然後他當時他的art 不願意幫他改 他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反而是內部溝通 還不是客戶爸爸哭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完全內部出現問題 然後那時候就好啦 可是你都說他有錯嗎 其實說真的 就是可能各有各的立場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行業裡面 你要做到很多東西是體驗 所以也因為是這樣子 我現在我從公司開到現在 除了第一年之外 我所有的每一次的隔板 大概只有這麽高 為了要看到大家在哭 沒有 因為我怕鬼 所以我就希望 讓大家可以翻過去 就可以看到彼此 彼此做個溝通 會比較開放一點點 希望是這樣子 剛剛其實聊到一個我覺得 滿有趣的 你說就是一個廣告的team 其實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分工 你可以幫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我本來在進來之前 也不知道這件事 OK OK 當我們去到跟一個客戶 他告訴我們的簡報 brief之後 我們把簡報拉回來 傳統廣告的感覺是先拉回來之後 然後在前面做策略 做創意 會有一個planner去做 發策略 會有一直 方向擬定 一直到後面 然後大家開始做創意的發想 大概後面才開始 但是數位公司不是這樣子 數位公司是當我們把一個案子 從客戶那邊接回來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keyman keyman去開始把那個東西 直接整理以後 直接就開始發工作 所以同時間會有企劃 會有文案 會有程式 甚至會有後端 一起來 是 一起來想工作 所以我們在想東西的那個流程 會很多很後 傳統廣告公司可能會在planner的階段 其他人都還不會進來 那如果是落回這個傳統的廣告 因為可能大家也還不熟悉它的架構 對 如果是這種有分 很專業的分工 它再會是怎麼樣 傳統廣告就是 策略 創意 執行 這三個東西 它一定都是這樣 噹噹噹噹噹噹噹 Creative跟Account 對對對 呃 有時候也會反過來 但是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個結構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在裡面不斷的圈轉圈圈 但是現在不是啦 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剛好也跟傑哥 你們在做的那種 社群這件事情是非常的 息息相關的 因為其實像 我們公司也是沒有這樣去分 就是Creative 或者Copy 或Art 把它分得這麼開的 我們大概其實就分成兩群人 一群人是PM 一群人是 就是做視覺 對 動態跟精彩都有 等於說這一群PM 它同時必須要自己做Account 然後自己做Creative 然後跟 所有寫文碼 這些東西 甚至到後面的數據分析 多工 我自己覺得就有好有壞 好處就是就像你剛剛講的 它的溝通效率非常的快 然後這其實就是為了 數位的這個生態系 而演變出來的 對 特化中 但其實我覺得 傳統廣告公司 它當然還是 能夠做出一些很有底蘊的作品 對確實 那就是在Concept 或是在前面那個Planer的地方 把策略定得很漂亮 所以看到很多很經典的廣告 也會走這樣的流程 是可以理解 回到一個話題 就是 我要怎麼樣知道說 我很想要做廣告 我到底適合 剛剛講到這幾種角色的 哪一個角色 我要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從幾個地方去做判斷 因為 我覺得可能先釐清自己 你到底是想要進傳統廣告 還是想要進數位廣告 傳統廣告 很抱歉 沒有其他的方式 你會做畫面的 你就必須要去做畫面 除非有一天你決定 把Photoshop這個軟體 整個把它燒掉 對 要不然基本上 你的未來在廣告公司 基本上已經被訂下來了 我有認識幾個少數大師級的 是從account變成文案 從文案變成什麼東西 但是很少 他們身份彼此之間很難去轉換 是因為你對這個東西本來的興趣 專業也不同 人格特質的養成其實不大一樣 對 但是在數位廣告公司的話 就相對會比較不一樣 art 轉文案 轉企劃 跨界比較多 轉企劃會非常的多 所以以數位廣告來講 很難在外面 你就知道你要什麼 你真的要想辦法進到 進到和平東路三段這邊來 把門敲著按一下 是是是 打給你去 Google.net上面搜尋 只要軟色尋酷 你才知道你記得你適合什麼樣的職位 對 最後我們來聊一下 現實的話題 現實的話題 這個產業實際有蠻多人可能會 不管是害怕 或者是正在體驗 對 這是不是一個高公司 但薪水沒那麼好 福利沒那麼好的地方 你自己怎麼看這個質疑 我來之前我就有預感會有這一題 因為這一題通常 這一題至少十個人問我 這一題非常的難回答 但是我想跟各位講一個東西就是 你可能在外面聽到公司很長 薪水不高 工作很壓抑 什麼東西 各位你聽到的東西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以前也是一個做廣告的 他叫David Go 他已經上天堂了 是 我今天專門講一些天堂上的創意總監 那時候因為我有幸 跟他有過幾次的那個深聊 那時候我有問他 因為我是在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跟他接觸到的 那時候我是 那些薪水窮到 我那個窮到就是薪水 發薪水 放在上面我打個噴嚏 啪啾 錢飛了 我就沒有錢了 我那時候被窮到 你真的很誇張 錢到被鬼抓走 你知道嗎 兩個噴嚏 就是 那時候我就問那個老師說 我很喜歡廣告 但是我真的賺不到錢怎麼辦 對 他跟我講一個故事 我寄到現在 他跟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他跟我講 Nike 他講 Just do it 他問我幾個字母 我說 三個 三個字母合在一起 他說這三個東西 它代表的東西是價值 另外一個工作 今天假設說 你今天是翻譯一篇的英文 翻譯一篇的英文文章 翻譯出來了以後 這個東西叫什麼 他說這個東西叫做價格 如果你今天是 不是做價值東西的話 你只能被人家用 趁金論量 因為他可以用字數來計算 就是你翻幾次這樣 對 可以翻這件信來做 所以那時候我在聽的時候 一開始我有點沒有在懂 他說娃娃 你今天 對 我那時候我聽你叫娃娃了 然後就寫 他說娃娃 你那個時候錢很少對不對 我說對 錢真的很少 那時候我跟各位講 那時候我的薪水是一萬八千五 一萬八千五 現在已經被洗 被抓走了 一萬一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活 你知道嗎 那時候他跟我講說 你在一個工作裡面 如果今天是五個人的團隊 剛剛我只手指 五個人的團隊 你今天被抽走 把另外一個人安插進來 這個人多久之內 可以把你的工作完成 他說他要交界的時間越短 表示你的價格越低 因為你隨時都可以被替換掉 如果你要講廣告公司是高工時的話 這件事情是完全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是 甚至有人講廣告公司學漢工廠 如果我們今天是用工廠來講的話 以廣告公司的生態來講 真的把我們的工作時數跟產出 是沒有辦法去做對比的 原因是因為 創意沒有辦法被量化 對 我曾經有一次 我一個小時之內 我完成了一支電影腳本 不不不不 廣告腳本 那如果是工廠的話 代表我十個小時 我就要產出十支 對 但有時候我想了三個月 都沒有想出一次 想了三個月 你還算厲害了 我三個月零一天 我都想不出來 簡單講 就不是你做多久 就會賺多少的行業 確實是這樣子 對對對 有一個都市傳說 就是可能剛進去的AE 等等 薪水確實就是真的很低 但大家都說 就是廣告過某一個坎之後 會獲得那個 無法想像的財富 請問有這件事情嗎 來來來來 那個 廣告公司是一個很很妙的生態 他們我覺得M型社會 在廣告公司裡非常的存在 啊 這跟我想像比較接近 低跟高 有極高的 那時候 我就不能講藍金公司了 就是他那個時候 我們的那個 總監級的 他是好多個六位數 合在一起的那種 的那種金額 然後那 但是我們一般的 藝術指導 像我那時候是副藝術指導嘛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的成績大概就是 4到6萬之間 4到6萬 那現在行情比較好 現在可能是4到8萬 我有聽到10萬的 很多總監級 可能會是什麼 那個8到10萬 這種基數 如果各位想要做廣告的話 有一個東西 是 含金量很高 叫做策略部門 以廣告公司 但是我不知道說 為什麼策略部門會拿很高 是因為通常是他們 拿的案子 真的都是超大的案子 才會需要用到 去做策略部門 就像我要講 它其實是一個 蠻M型化的領域 那這邊就會遇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為什麼會選擇 待在這邊 是因為我覺得 我在這個地方 是可以發揮到 我能力的幾乎是全部 等等 我可能在別的地方 是沒有辦法做得那麼好 120 就我也知道說 比方說管顧 可能拿很多薪水 或者是投影拿很多薪水 但我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 做到頂尖啊 對 真的 所以真的還是會回歸到 你可以在哪邊 發揮到你完整的自己 跟哪邊是你的熱情 好啊 那最後 因為其實算是蠻多人最近剛畢業嘛 或者是最近可能有在專職 我其實也收到蠻多人說 想要進入廣告業 那有沒有對這樣子想要進入廣告業的 學弟妹或者是朋友們 一些建議 對對對 OK 我想要講一個東西就是 通常 新人你們要進到公司 第一關的時候 通常會沒有準備好的東西 其實不是做品級 是 表達能力 而且這個在這個行業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連自己的點子都沒辦法表達 你根本沒辦法進這個行業 一般面試官在認識你的時候 他時間不會太長 對 所以你在那個時間之內 你必須要很忠誠的 把自己表達給面試官 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做廣告 不管是數位社群行銷傳統的話 你要把想像一下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第一個商品 言談之中 把你自己賣掉 你要Pitch自己 把賣掉 對 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要跟人家講說 我今天 我曾經去過什麼戲學會 我曾經做過什麼 因為所有的學生 有的 他們大概都有 對 因為老實說 其實我覺得這不是學生的問題 是因為你們本來就生存在一個這樣子 一個學習的環境之中 大家能夠嘗試的東西其實蠻有限的 大家的東西都有限 所以你第一件事要跟人家講 你可以做到什麼東西 我就先把這件事情給講出來 然後最後 你真的有多的時間 你再跟你的面試官講說 今天我其實我還有參加一些去學會 我有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擺在稍微後面一點來講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先看著對方 思考一下 你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如果要一句話去形容這整個產業 也就是我們兩個都待了這麼久的產業 你會怎麼樣形容它 不能講髒話 不能講髒話 好 有一句話我覺得還蠻貼切 叫做 廣告很累 廣告很美 所以如果加上髒話就是 廣告他媽的累 廣告美 那今天這集就到這邊了 那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出去 再次提醒 請記得 好不管你是廣告也有興趣 或是對行銷也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 解決我要的頻道 也訂閱廣告熱血 研究院 掰掰 掰